哈囉,這樣看得到嗎? 欸有欸 一個人,一個人是只有我自己嗎? 一個人觀看是只有我自己嗎? 這也太好笑了吧,真的沒有人 欸真的沒有人,是23個 好啦,如果等一下連100個人都沒有的話 那就不撥好了 如果等一下連100個都沒有的話 哈哈,也有39個 好啦,大家新年快樂,反正只是覺得 反正今天直播也不是特別想說要多少人 因為畢竟1月1號應該大家都出去玩了吧 反正就先跟大家說真新年快樂 那反正今天看見外面聽起來蠻好的 所以應該蠻多人都跑出去玩的 不過呢,所以今天反正有來的話 一樣就是會稍微跟大家講一下問題 OK,好,然後 嗨,大家新年快樂 大家新年快樂 哈囉 那我們就直接來開始講吧 今天大概也不會講太久的時間 大概跟大家稍微聊了一個小時 差不多吧 因為畢竟想說應該是沒有什麼要看吧 107人 WTF 真的是沒什麼人這樣子 118人 好,那我們來講一下 大家還在補眠 對,我也覺得大家還在補眠 好,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剛剛的同學問到世界先進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世界先進好了 就我覺得世界先進還蠻有趣的 把鞋子拿掉 等一下喔 好,我們來看一下世界先進好了 呃 好,我們在講世界先進的之前呢 現在跟大家先稍微聊一下事情 老師不冷嗎? 你知道胖子比較不怕冷吧 好啦,不開玩笑 我們來講一下 世界先進這件 呃 我們大家知道 晶圓代工 有分8吋跟12吋 那大家還記不記得 在你昨天的時候 有發生一件什麼事情嗎? 哈囉 大家還記得 大家還記得 昨天的時候 市場有一個蠻大的新聞 當時我有PO出來 有印象嗎? 有印象嗎? 沒有人有印象 好吧,算了 嗨,大家午安 大家還記不記得 在昨天啊 昨天我在社團 我PO了一個新聞 就是說 美國會核准中心半導體 他們的設備的發展 OK 好,那我這樣講喔 呃 這件事情 其實對於台灣來說 是真的算是大的 為什麼? 因為你看喔 之前像是聯電大漲 欸,聯電從哪裡 看一下 等一下喔 把那個線先拉掉 聯電之前從這邊 然後一路漲到這邊來 其實漲幅其實不小 對不對 那原本聯電 會這樣漲的原因 就是在於說 就是當時 中心半導體被禁止 所以造成了 8吋晶圓缺貨 好,那 這個8吋晶圓缺貨呢 其實有 應該說 有兩個原因 一個是中心半導體被禁止 那另外一個 就是什麼 是市場的需求真的變多 那我們知道 8吋晶圓 需求變多 主要是因為在 車用這一部分 現在跟大家 稍微講一下 就是覺得說 車用應該會是 今年的一個題材 不是說明年 今年2021年的一個題材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8吋晶圓缺貨 情況之下 最大的缺貨原因是什麼 就是因為車用 車用 電動車啊 他們需要更多的8吋晶圓 所以才造成 8吋晶圓缺貨 好 那我們先來看到 昨天有一則新聞 是指說 中心半導體 就是美國核准的中心半導體 他們可以繼續去生產 那我這樣講個東西喔 台灣有兩間做8吋晶圓 一家叫聯電 聯電這一間 另外一家叫世界先進 欸?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昨天同樣都怎麼樣 都是被禁止的 而不是被禁止 同樣都是中心核准可以出貨 那為什麼聯電的股價會下跌 那反而是世界先進的股價會上漲 大家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大家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應該有吧 應該有想過這個問題吧 好 那我再來講 你看喔 同樣都是中心半導體 他們可以恢復出貨 那為什麼世界先進的股價會上漲 那聯電的股價會下跌 我這樣講 因為喔 還記不記得剛剛講過一個東西 叫8吋晶圓 目前 8吋晶圓是已經沒有設備 可以再擴產了 你這樣懂意思嗎 就是你要擴產 可是你沒有 你沒有8吋晶圓的設備 所以說8吋晶圓會缺 是這個道理 因為它沒有人出產設備了 你只能拿舊有的設備 你沒有辦法有新的設備 所以你沒有辦法擴產 那唯一有辦法擴的是什麼 是12吋晶圓 好 那麼你知道 所以中心啊 它要做的一定會是什麼 會在12吋晶圓 那12吋晶圓 我們可以想一件事情 世界為什麼沒有下跌 因為昨天世界這間公司 它主要的都是在8吋晶圓這一部分 反觀聯電之前的上漲 那它因為怎麼樣 因為之前有說8吋晶圓去貨 可是聯電它同時有8吋晶圓之外 它也有12吋 所以說中心那件事情 對於聯電會受傷比較重 就是因為中心本導體如果要擴產 它一定會怎麼樣壓縮到 聯電的12吋晶圓的產能 你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就是這樣 所以就是這樣看 好 所以就這樣看 就是因為怎麼樣 因為中心半導體它可以恢復出貨 那它會擴產 你要想喔 中心半導體它如果恢復出貨 它一定怎麼樣 產能全開 對不對 因為它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被禁止 所以它現在一定是產能全開 那產能全開的情況之下 中心半導體它做所謂的成熟製程這一部分 所以成熟製程這一部分 壓縮到就是誰 就是聯電 這樣了解意思嗎 所以說你看喔 為什麼昨天是世界先進沒有跌 那反而是聯電下跌 就是因為世界先進主要都是在8吋晶圓這一塊 那聯電是同時有8吋也有12吋 那如果中心半導體它可以恢復擴產恢復出貨 那壓縮到就會是聯電的12吋晶圓這一段的成熟製程 這樣大家聽得懂意思嗎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在判斷 就是當一個新聞出來之後 你要如何去判斷就是這件事情到底是好還是壞 那在昨天啊 昨天那個新聞就是中心可以 美國商務部准許中心就繼續擴產出貨 還有另外一個影響的族群是誰 就是滑榜店 是滑榜店 因為我們知道喔 中心之前它應該說中心半導體 他們有個大客戶叫造義創新 造義創新是做no-fresh 造義創新百分之百的貨 之前都是跟中心半導體拿 那因為中心半導體它出貨不順利 所以影響到了下游的造義創新這間公司 那所以這個就給滑榜店會有個類似那種轉單的效應 那你想喔如果未來中心半導體它可以恢復出貨 那造義創新這間大陸公司它可不可以再跟中心半導體拿貨 可以那這樣一來不就表示no-fresh的市況會怎麼樣 以前是這樣就是大家想會預期說可能供需會不平衡 那現在供給已經沒有問題了需求沒有變的情況之下 可能no-fresh的報價就會下來了 這樣懂意思嗎 這個就這樣來看 所以說其實 你要想就是我們在看這些東西的時候 這個就是一些產業的變化 所以昨天這個中心半導體事件其實影響最大的一定會是在no-fresh這一塊 因為no-fresh本身它的報價它就沒有太多的漲幅 它的需求沒有太多的增加 它唯一有變化只是因為大家知道之前那個造義創新 它可能就是因為出貨不順利 所以會有所謂轉單效益轉到滑榜店身上 只是這樣而已 所以說昨天美國商務部它恢復了中心半導體的出貨許可的話 第一個受影響的一定會是在滑榜店跟聯電這一塊 OK嗎 好了 那這個就是 嗨 Naomi 新年快樂 所以這個就是在一些產業的一些變化 那我們剛剛同學問到世界先進 我們還是來看一下世界先進好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世界先進 其實你看喔 像世界先進這種股票 說實在的話 我覺得它是一種非常難做的股票 好我們來看一下 先來看一下 我們在看一檔股票的時候 你第一件事情會看的什麼 會看一下它的軸線 軸線跟月線 那我們看它軸線跟月線好了 這個就是它的月線 其實像這種月線它還是怎麼樣 它還是 你會發現它月線的均線排列 都還是在一個什麼 還是在一個多頭排列 所以像這種狀況就會認為說 其實應該說它的上升趨勢其實還是維持的 但是在這邊我們會注意到一個事情 你看喔 像這一種 你看它這個月 你看它這個月 12月份的情況 你看喔 像我們在選的時候 你看它12月它這根K棒 它的上影線 上影線的部分其實是比較長的 所以說像這種狀況 如果說假設 它下個月開始量縮的話 就表示什麼樣 表示說它下個月的漲幅可能不會太多 因為我們在選股票的時候 像這一種就是上影線 這個月的上影線比較長的情況之下 就會認為說它這個月 它應該說下個月的漲幅就會稍微壓縮一點 那一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在於它日線的部分 其實它關鍵是在哪裡 它關鍵在這一根 你看喔 12月8號這一根 你會發現這一根的量其實非常的大 這一根量非常的大 所以說像這種這麼大量的情況之下 其實我們看一下喔 這一根是 我看它是幾號 12月8號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根的大量K棒的均價 所以說可以從這邊看到 這個位置可以調 它均價就是在121.37這個位置 把它標示一下好了 121.37 大概這個位置吧 也就是說 如果股價它之後反彈到這個地方 假設股價之後反彈到這個地方來看的話 反彈到這條線附近的話 那就表示怎麼樣 表示說這一條線就是它的壓力線 所以你看到現在股價在116 它如果反彈到121.37這個位置 就會遇到股價第一層的壓力 所以像這種第一層的壓力 在這邊的情況之下 就會小心說 唉唷那它會不會遇到壓力就下跌 這就是我們觀察的事情 就是因為 在技術面這部分 有講到 121.37 我們看到這一根 看這一根 我把它標一下 這一根大量K棒 因為它量很大 所以我們去算一下它的均價 那它的均價就屬於它的成本 那它的成本 那它的成本 等於說在這一根K棒 買進了人的成本 這根紅色箭頭 這一根K棒 買進人的成本 是在121.37 也就是說股價 如果之後反彈到 121.37這個價位的話 它就容易遇到了一個下跌的壓力 這樣了解嗎 所以就是這樣看 那 哈囉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大家新年快樂 對啊 今年第一天來直播 然後昨天還幹了一件蠢事 昨天那時候我在滑手機 可能因為我手上濕濕的 然後手上有水 然後他就 我發現我那個手機 就開始自動亂跳 然後我就看到一個就是 退出社團 欸怎麼跳到退出社團來了 結果下一步 然後就發現我的手機 自動就退出社團 我就傻眼這樣子 我打給楊大說 楊大有退出社團了 他還問我說 你為什麼要退出社團 我說沒有 因為我手上有水 然後我的手機就自動按按 就退出社團了 所以就是那個1月1號 今年幹的第一件蠢事 就是自己把自己的手機 把我自己退出社團 這個真的是有一點蠢這樣 真的是蠻蠢的 就是反正就是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手上有水的時候 就先把手擦乾 就不要亂用手機 欸真的 我最近真的是看到我的手機 是自己這樣跳啊跳啊跳啊 欸怎麼退出社團了 然後我就不敢碰了 我就敢把手機那個螢幕鎖起來這樣子 然後先把那個手機那個水擦一下 真的是有夠蠢的 真的 昨天如果滑手機滑到半天發現 欸怎麼手機一直在動 然後就自己退出社團 而且我還說真的 你要我退出社團 我還不知道怎麼按欸 我還不知道怎麼退出社團 你就自己幫我退出這樣子 就是真的覺得很好笑 反正昨天就是今年第一 今年幹的第一件蠢事這樣子 好慢慢繼續往下看好了 真的歡迎新成員這樣笑死 新成員 欸好啦所以這樣子的話 針對世界他們這種就是八寸驚遠 我這樣講喔 現在啊 我這樣講現在國際情勢怎麼樣 我們知道川普之前就是 對於中國的態度就很狠嘛 就是一刀斬 就是你中國就是不要想要來 佔我美國便宜 可是現在拜登的做法 是有一點那種模糊性的做法 你看喔 他昨天那個美國商務部的那個事件出來之後 其實他是那種有條件式的 就是逐步開放 所以這其實給了很大一個的模糊空間 你知道嗎 這給了一個很大的模糊空間 為什麼 因為說這個事情其實會讓大家不知道說 到底是 到底該怎麼樣去做 你知道嗎 因為以前像以前的川普時代 他說砍就是砍 不會有什麼模糊地帶 所以大家覺得說反正很習慣 可是在於現在的拜登 拜登他就會比較有那種模糊空間 要砍中國不砍中國那種 有這種拉扯你知道嗎 所以說針對其實美國商務部那些事件來說 目前我們來看對台灣的 像是Northflash啊或是一些 經驗代工他雖然是利空沒錯 但是其實這個東西都還是會有一點轉換的空間在 那剛剛還有很多同學問到奇力心 我不知道奇力心為什麼那麼多人來問 那奇力心其實我在之前我就有講過 我就說你看喔 奇力心在之前都有講過 那我來稍微講一下好了 你看奇力心 我們來看到這一段 我們來看到這一段 你看喔 就從這個地方開始 這個在之前的直播講 我說從這個地方開始 你會發現股價都守住了 都守住了十日均線 有看到嗎 這種狀況就表示說 十日均線就是什麼 就是它的一條慣性均線 你看到這個位置 把它標一下好了 這邊 這邊位置 這邊位置 有發現嗎 在這個附近 股價都有守住十日均線 那這就表示十日均線 就是它的慣性均線 好那慣性均線 你要知道一檔股票 它是不能夠跌破慣性均線的 很多人的一個很大問題就是說 他覺得說股價沒有問題 或是什麼 基本面很好之類的 他就不管技術面 錯 有時候基本面的反應 它不會這麼快 但是技術面的反應會比較即時 你看喔 股價它在這一段 它都有守住這一條十日均線 這個就表示十日均線 就是它的慣性均線 好那看到這個慣性均線 有守住 你有發現這邊怎樣 開始跌破 像這種開始跌破 你就要小心 你會發現股價已經怎麼樣 你看喔 之前跌破幾天 一天兩天三天 第四天的時候站回 這邊跌破幾天 一天兩天 第三天都站回 所以你看喔 這邊是幾天 一天跌破一天了 跌破兩天 跌破三天 你會發現到這邊 基本上已經站不回去了 有發現嗎 為什麼 因為這一根 因為這一根 已經開始出現什麼 出現了架跌量增了 看到嗎 因為這一根K棒 已經開始出現了架跌量增 這種情況就表示說 這一根K棒出現之後 大概我們就可以認定到說 十日均線應該是站不回去了 所以你看喔 從這個地方開始 你會發現 奇異性怎麼樣 大概就是 就是一路往下 這一根大概可以確定說 這一根K棒出現 大概就可以認定說 十日均線站不回去了 好那我這樣講 為什麼奇異性這檔會這麼弱 那我來看一下另外一檔 鬼話是誰 凱美 還記得這裡 奇異性跟凱美有個新聞 來講一下好了 奇異性跟凱美 我來看一下新聞 好這個 你們看到這個新聞嗎 就是奇異性 你們看到這一則新聞嗎 切換一下 等一下 好你們看不到 看一下你們看不看不到 看一下喔 好很好你們看不到 這樣看得到了吧 這樣看得到了吧 這樣看得到這個新聞了吧 這樣應該就看得到 你看喔 當時奇異性 我看一下喔 對 OK好 當時這個新聞出來之後 你會發現 奇異性跟凱美 他們舉行 他們當時在開這個記者會 那好 奇異性 他是把 就是這一間公司 忘權 他原本是 這間忘權 這間公司原本是奇異性的公司 他把它切割出去 切割到 然後給誰 給凱美 給凱美 好 那他們是 互相交換子公司的狀況 他們是互相交換子公司 那我這樣講喔 如果以車用來說 我真的跟大家說過 其實車用這一部分 我們知道奇異性他是做被動元件的 被動元件這一塊 其實 如果說真的 毛利比較高的部分 是在誰 是在車用 好 那麼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像是凱美 他吃了誰 他吃了原本奇異性的忘權 那反而奇異性是拿入誰 拿入柏翰 也就是說 奇異性在這一塊 他的車用 可能就會怎麼樣 可能就會 沒有出貨出的不是這麼多了 為什麼 因為國際去把 車用這一部分 去給了凱美這一間公司 所以這個是奇異性 他最近下跌的主要原因 這樣了解意思嗎 就是因為他把 我們這樣講 奇異性把 原本 是做店主的忘權 給了柏翰 給了凱美 然後 凱美接收了忘權之後 把原本凱美旗下 這間柏翰這間公司 丟回去給奇異性 所以他們是用交換子公司的方式 那這個部分 就是怎麼樣 怎麼樣 就是意思就是 講白話 直接講重點 就是說凱美 他開始打入車用了 就這樣子 凱美直接打入車用 好 那我們知道 國際他之前 併了一間公司 叫誰 叫基美 基美這間公司 他主要就是怎麼樣 他主要就是負責車用的 因為我們知道 車用的一些零件 他們需要比較長的耐用年限 所以說 通常來說的話 車用的被動元件 他們在認證的過程 其實會比較麻煩 那之前 國際想要打入車用這個市場 所以他才去併了 基美這間公司 那基美他主要出貨對象是給誰呢 像是一些美國國防部 或是像是日本的Toyota 這些公司都是基美的公司 也就是說你看 國際他處心機率 就是要打入車用這個市場 那他現在 我們知道凱美也是國際公司之一 那現在凱美這間公司 那國際這樣安排 是不是表示說 國際以後要讓凱美 去來接基美的單子 這樣了解意思嗎 就是把整個集團做整合 所以大家會認為說 那未來資源應該會放在凱美身上 而不是放在齊立新身上 這就是為什麼齊立新最近會跌的 比較重的原因就是這樣子 這樣了解嗎 就是這樣去看 所以這件事情就是這樣 所以你看喔 為什麼事情結束之後 凱美還在持續往上走 反而齊立新會這樣一路往下跌 就是這個原因 這個就是產業 你這樣講 我們在看基本面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說 基本面是不是只看數字 不是基本面不是只看數字 基本面重點是在於這些 這些產業的解讀 像是剛剛一開始講的 就是講誰 講那個八存晶圓這個事情 你看然後現在又輪到誰 輪到被動元件 其實你發現喔 這些東西在財報數字 這些東西在財報數字上面 其實都還不會顯現出來 但是我們可以知道說 產業會比較即時 這樣懂意思嗎 這樣聽得懂嗎 所以這個就是 齊立新跟凱美 他們最大的不同支出 那我之前就跟各位講過說 如果你不懂這些產業 其實沒有關係 你可以單純用什麼 用技術面來看 你看喔 股價在這幾個地方 它是不是都有守住十字均線 都有守住十字均線 但是你發現 在這邊怎麼樣 你會發現在這一根 這一根 你會發現怎麼樣 股價反彈到十字均線就站不上 沒錯吧 而且還是什麼 還是價跌量增 所以這種狀況就表示說 這一個點 這一條線 目前就是一個什麼 就是一條壓力線 好的 我們現在把其他的均線 再拉回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把其他均線 拉回來看 好我們看到 像是這種狀況 可以發現 目前齊立新的股價 目前齊立新的股價 大概就是在 下面這一條 綠色均線的部分 有看到嗎 這條72均線 也就是說 這邊算是一個 我們不能說 確認它一定是支撐點 只是說 它剛好股價 跌到這邊來的時候 它是有可能 會成為一個支撐點的 是有可能 那我們這邊 觀察到 齊立新指跌的 應該說指跌的訊號在什麼 在於股價 它有沒有辦法 站回五日均線 五日均線 是哪一條呢 五日均線這一條 看一下喔 五日均線是這一條 股價它到底有沒有辦法 站回五日均線 你看喔 過去一段時間 股價都一直被壓在什麼 一直被壓在五日均線下面 沒錯吧 一直都站不上 站不上 那所以說這邊我們去思考說 如果股價 齊立新在這個位置 它有辦法 站回五日均線的話 就表示說 它在這邊已經開始出現了 止跌力道 你這樣懂意思嗎 就是我們剛從產業來看 那當然 產業的東西 畢竟股價已經先反應了 所以說接下來齊立新也不可能 一路往下跌 對不對 不可能一路跌要炸掉 不太可能 只是說它這邊有個止跌的訊號 就觀察說 它到底有沒有辦法 可以站回這一條 五日均線 這樣懂嗎 它到底有沒有辦法 能夠站回這一條 五日均線 就是很重要 它就是判斷一個止跌的訊號 這樣懂嗎 所以我們剛從 先從產業來講之後 再套回來均線 可以看到 現在剛好跌到這一條 72均線附近 代表說這邊是有可能會 會形成一個支撐的 那如果這邊有可能 會形成一個支撐 下一步就是看股價 它到底有沒有辦法 站回五日均線 有辦法站回五日均線 就表示說 這邊的確 它出現了一個什麼 止跌力道 我們就先這樣看 這樣OK嗎 這樣聽得懂嗎 這個就是在產業的部分 你看好像剛剛也用滑幫店 滑幫店麻煩請 請請請請 請回頭看我們直播 剛剛有講過 我剛剛有講過 中心半導體那個事件 影響最大 一定是在No Flash No Flash的影響一定會比較大 這樣大家聽得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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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得懂嗎 哈囉 聽得懂嗎 聽不聽聽不聽得懂 沒有人理我 好吧算了 我繼續講下去好了 那所以說 其實在下個禮拜 就是 我這樣講 就是很多人會看 很多人會看 一些財報數字 或什麼之類 但是我們知道 營收是一個月公佈一次 財報是一季公佈一次 其實你 如果你單純看那些營收數字 其實都會比較慢 為什麼 因為這些數字 早就已經先翻 應該說股價 會領先那些財報數字 就好比說 我們看到奇力星 看到好棒店這些股票 你沒有辦法 如果他們是因為 這種突發的事件 這種新聞事件 你沒有辦法從 新聞或財報去做 立刻的解讀 但是你只能 這部分你要怎麼去看 你只能從產業來看 這樣了解嗎 你只能從產業來看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 大家在看基本面的時候 其實我會覺得 第一個重要的 一定是在於 產業 產業對了 那我們再來用財報去檢視 這個產業 它到底看的是否正確 這樣OK嗎 網速太慢了 什麼意思 說網速太慢嗎 好那其實說在接下來 我這樣講 我在接下來 接下來 接下來還會有一個就是 在1月份的時候 會有一件比較大的事情 大家知道什麼嗎 1月份的時候 1月份的時候 會有台積電的發說會 在1月14號 1月14號會有台積電的發說會 那我這樣講 大家在看台積電的發說會的時候 第一個著重的一定是什麼 一定就是 資本支出 我們知道 今年台積電的資本支出 是160億嘛 那目前 我們再來看 目前新聞是說 台積電的資本支出 可能會到 今年的資本支出 可能到200億 那可 如果說 你看喔 新聞去把這個200億 講出來之後 所以說市場會觀察 這個200億是否 是跟新聞這樣講的 就台積電講的資本支出 是否會跟新聞講的是一樣 就是資本 今年資本支出到200億 如果比200億這個數字還高 那就表示 大家對於台積電的展望 是覺得會更好 那如果台積電出來的數字 比200億這個數字還差 那就表示說 那台積電 它對於今年的展望 就不是這麼的好 這樣懂嗎 所以說 接下來 大家會關注的焦點 一定會是在1月14號 的這一段時間 就是 台積電的發說 那再看一下 我看一下喔 在這邊我給 我之前有寫過 我會打給大家看 等一下 等我一下喔 我稍微開一下 在這邊 OK 好 把這個打開一下好了 我們現在看到 看到這個東西 我們來看這個東西喔 這個是在 這個就是我那個 PressPay的文章 這個就是PressPay的文章 那就是我會把 就是市場 反正這個文章就是 每天可能有 市場發生什麼樣的大事情 或是每天有什麼其他 需要注意的地方 那我就會放在這個文章裡面 那基本上這個文章 反正就是 偶心立血的結晶這樣 我們來看一下喔 台積電 在這邊 台積電在2020年 第四季法 所以會在1月14號 1月14號 2點開始召開 剛剛怎麼會有暗錄啊 怎麼回事啊 1月14號 4點開始召開 2點開始召開 所以說你看喔 在財報公佈的前10天 就是1月4號到13號 它是一個什麼 它是一個結末期 那我這樣講喔 這個東西其實這一張圖 我在當時我有PO在社團 就是說給大家去 大家可以 接下來可能 一個注意的焦點 應該會是在台積電的概念股 那這個結末期是什麼意思呢 當時就有人在問說 這個結末期到底是什麼意思 所謂的結末期啊 就是說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說台積電 它在1月14號下午2點會召開法說 那這個狀況就表示什麼 表示說 大家會想不想知道說 台積電的資本支出 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對不對 像我如果是 大家想知道說 像我們剛剛講過 市場預估台積電 今年的資本支出到200億 那有人一定會想要去問 台積電說 那你們的資本支出 是比200億多還是比200億少 會不會有人這樣去問 一定會有人這樣去問嘛 對不對 所以台積電現在發這一篇報告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 你們不要來問我 我不會回答 這樣了解嗎 那這個結末期就是說 你們就像那些什麼 投資公司啊 或是一些券商啊 研究研究員 就不要來問我了 我不會回答 因為現在就是結末期 好 那所以這個結末期 代表說你現在不要來問我 我不會跟你講 那這個東西就給市場一個什麼 猜想的空間 你知道嗎 就給市場一個去猜測的空間 為什麼 因為大家不知道是多少 然後大家就會猜說 開始人在下注 如果比200億多 那你要想什麼股票會漲 當然就是一些 台積電的相關設備儀器之類的 所以會漲 那如果出來的數字不如預期呢 那可能設備儀器的股價 就開始下跌 你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說你看到 現在就是市場在一個賭大小的情況 就是 因為台積電它什麼都不講 現在就是台積電的見末期 所以市場會自動來賭什麼 來賭說它接下來 它到底 它的那個資本支出 到底會不會比新聞講的還要多 那所以說在過完年之後 不是過完年 就是元旦過後 等於下個教會就是 就是我們在一個 在一個著重的產業 就會在什麼 在台積電的相關概念身上 這是我覺得有可能會有 最近會有機會發動的一個產業 為什麼 因為就是台積電 它要在1月14號去召開法說 所以說我覺得在接下來 大家可以關注的一個產業 也會是在於台積電的這一塊 這樣了解嗎 接末期是每間公司都這樣嗎 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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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接末期不一定是每一間公司都這樣子 就是台積電人家家大業大 這個東西 台積電說話 誰能說不呢 你真的懂我意思嗎 台積電說話 誰能夠說不對不對 所以說你看 所以這個東西是 這個是在台積電的官網 官網看到的 官網 官方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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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 看到的 所以說大家在這些法說會的時候 可以去看一下 這些公司的官網 都會公佈一些相關的訊息 這樣子 所以說這個東西就是 每一間公司會不會一樣我不知道 那只能說台積電人家家大業大 護國神山 對不對 他說的 他說 他的規矩是他訂的好不好 這樣了解意思嗎 所以說在 在接下來 我這樣講 在台積電的法說會之前 會觀察的重點 應該都還是會放在 他的就是一些相關的 像是 台積電的設備股 或是一些相關的子公司身上 我覺得這是一個可以觀察的焦點 那至於法說會之後呢 就不知道他是法說會還是變法會了 對這個就要看台積電的講法 這個我們就不知道了 這樣了解嗎 所以這個東西 對就是 台積電的官方 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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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方網站 好不好 那個中文其實不是很好 那很難念 好不好 所以這個就是在於 產業的部分 可以跟大家去作業分享 因為覺得說今天直播 你說一直講什麼記住面 算了 怕大家睡著 所以剛才講一些 大家比較少聽到的這一部分 那我覺得說在明年 其實還有一個題材 是我覺得大家會 比較可以留意什麼 用真名 什麼用真名 什麼用真名 看不太懂 什麼用真名 不懂 剛剛有同學問了一個什麼問題 留言會慢三分鐘左右 台積電轉投資也算嗎 應該也是會算 台積電轉投資應該也是會算 所以說這個東西就是 應該說跟台積電有關係的 可能都會有 只是我們不確定說 他到底會有誰 這樣了解嗎 就我不確定他到底會有誰 只是說 像 如果你有訂閱文章的話 其實我就把那個 台積電的相關供應鏈 我都有把它列出來 就是台積電的相關供應鏈 我有把它整理出來 這個應該大家可以看得到 就在這邊 對 台積電供應鏈 拉開一下 台積電 你看我把那個 台積電的相關供應鏈 我有整理出來 所以說這個東西可以 反正你有訂閱文章 就可以自己去看 好 那一樣我們來講的是說 反正就是像是 比如說台積電的子公司 比如說像誰 我們看一下 台積電的子公司 像是 比如說精材 或是你看上禮拜 旬就有反應 或是誰 像是創意啊 就這些股票 就台積電的相關總是 像精材啊創意啊 或是一些像什麼 設備儀器的 像比如說萬潤 然後或是什麼 帆軒這一部分 就是說 像或是什麼 軍銅這些東西就是 他們都是典型的 台積電的相關供應鏈 所以說 其實這個就是 會比較 會關注的方向 那你有 剛剛有問說 台積電 現在進場安全嗎 說實在話啦 其實我不知道安不安全 我不能跟你說 絕對安全或不安全 因為 市場行情 每天都在變動 我這樣講 很多人都問說 我這兩股票現在進場 到底安不安全 如果你問我 我一定跟你說 每一檔股票都不安全 沒有什麼股票是安全的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 明天會發生什麼事情 發生什麼事情 我就講好比說 豪邦店好了 豪邦店前幾天 股價不是也是上漲 股價不是也是上漲 問題是說 你怎麼會知道說 中芯半導體 突然 美國核准了 中芯半導體 它可以出貨 這東西誰會知道 對不對 你又不是美國的駭客 這種東西 沒有人會知道 你懂我意思嗎 因為 產業是每天都在變動 所以這個就是 我跟你們講 就是說你每天要去 關注一下說 你自己的 就是 手上的股票 它到底有什麼樣的新聞 那這些東西 如果你產業 還不會判斷的話 你可以去說 把技術面學好 你用技術面去取代 你對產業的不足地方 這樣了解嗎 就是你去把技術面學好 你把技術面學好 你才能夠知道說 什麼情況之下 是要買足 像在這天群創 群創在這一天 你看喔 在這一天 10月29號 我把這天來切一下 4月29號 這個其實我在之前就講 10月29號 我把它稍微切一下 這一點 等我一下 我把它 來這邊 等我一下 我把它稍微找一下 欸 是幾號 不見了 好吧 等一下 等我一下 我找一下 這也是之前寫的 好像有人問群創 我一樣把它切來給大家看一下 像這邊 你看喔 這是群創 好你看喔 這是群創 像群創當時 文章是寫在這一天 就是在12月28號這一天 因為這一天股價大漲 像這一天群創股價大漲 那當時 就很多人就問說 股票到底可不可以追 那當然因為我覺得說 我不是很喜歡在那種公開場合 跟你說股票到底還可不可以買 還可不可以追 這東西是我不想去講 因為我覺得說這沒有一定的 講對了 講對了你也不感謝我 講錯了 還搞不好被罵死 這樣對不對 所以說我不會去講 但是我會去把 就是一檔股票的分析過程 就是我會把它寫出來 就你看喔 我們看到群創這一天 這個是我之前的 Pressplay文章 可以去看一下 你看喔 在這一天其實我寫的 就是華南永昌竹北 這一間券商 好像這一間券商 你看喔 這個是群創 這是群創的人 這是群創 好 你看喔 群創在這一天 你會發現 藍色 你們看到這個 左邊這個藍色箭頭嗎 應該看得到吧 等一下喔 切一下 在這邊 這個位置 你們看到嗎 這個藍色箭頭看得到嗎 應該看得到吧 我看一下看不看得到 可以欸 可以欸 你們看得到欸 好看 那就這樣 你看喔 在這個藍色箭頭這個地方 你有沒有發現 他在這個地方 這一間券商 華南永昌竹北 這一間券商 華南永昌竹北 我把它標一下 這一間券商 這一間券商在這一天是大買的 那這一天大買你看喔 這一天什麼 是群創的股價的最低點喔 這一天是股價最低點 所以你們知道說 你看喔 能在最低點 開始大買的券商 應該不是個什麼 簡單人物 這樣懂意思嗎 應該不是一個簡單人物 所以說這個就是 我在 這是在12月28號 這個就是 12月28號那一天 群創大漲的那一天 我在文章寫的 就是說你看喔 他在這一間券商 他在這時候大買 結果咧 我們往下看 在大買的過程中 你會發現 咧 他在這一天上漲之後 群創這天大漲之後 他是怎麼樣 他是開始 大賣超 有發現嗎 你看喔 就是這一間 厲害的券商 這一間厲害的券商 他在低點大買 你看他在這時候大買 這時候大買 然後他在什麼 他在高點的時候 怎麼樣 高點的時候 開始大量賣出 那可是你看喔 等到股價上漲 他又怎麼樣 他又開始賣掉了 有發現嗎 等到股價上漲 他又開始賣掉了 所以就表示說像這種 厲害的券商 他可能就是 可能是那種公司 可能是那種公司 公司派 或是什麼 公司的就是 周遭的人 或是他可能有一些 有一些比較 即時的消息 那他可能有一些 比較即時的消息 他可能會知道說 可能接下來 可能公司或什麼事情 會對股價影響 所以他才會怎麼樣 先去大賣 你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說像這種 會我們把它歸類在 高手券商 就是比較厲害的券商 那所以說是 像這一天 群上大漲這一天 就講到說 這一間高手券商 他是在大賣 所以像這種狀況 就會比較 會比較危險 好那我們回來 看到基礎線圖 我們回來看到基礎線圖 所以你看 當時就在這個位置 就是 在這一天 12月28號 開始怎麼樣 大賣 那結果我們可以看到 後來隔兩天 怎麼樣 股價掉下來了 那為什麼群創的股價 會掉下來 其實這個東西在我的廣播 早上的廣播 我就提到 主要原因在什麼 在於三星 他會延長LCD的殘忍 我這樣講 為什麼像之前友達 群創會漲了一波 就是因為三星 要關閉LCD的殘忍 LCD是什麼 反正就是面板 就是面板 他就把牆成面板就好了 三星會 之前要關閉LCD的殘忍 請問一下 三星把殘忍關閉 是不是代表什麼 代表說供給會減少 那供給一旦減少 是如果需求沒有變的話 是表示說 產品的價格就會提高 那產品價格提高 對於公司的獲利來說 是不是就是好事情 因為產品價格提高 代表說公司的毛利可能會拉高 毛利拉高 就代表說他EPS 他的每股獲利也會更得提高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會覺得說 OK 對於群創會有的 是好事情 但是就在這一天 10月29號 我還記得我在當天早上的直播 我跟大家講 就是說什麼 因為三星要延長LCD的殘忍 所以說這個就會讓股價開始怎麼樣 因為利空消息 然後讓股價可能會有影響到 這樣懂嗎 所以這個東西對 以後每天早上廣播 麻煩請注意聽一下好嗎 早上廣播我都會講一些就是 不能說每天都有 只是說我有看到一些比較特殊的新聞 我就跟大家去做分享這樣子 在這一天 10月29號 我就跟大家說了 因為三星會延長LCD的殘忍 它不會那麼快關閉 所以這個就會讓整個面板的供給會增加 面板供給增加 大家會聯想說 那未來面板的價格 是不是就會開始怎麼樣 開始不能說轉 不能說下跌 只是說開始不漲 懂意思嗎 所以這個就是 什麼意思 所以這個就是一些產業的判斷 那剛剛群創這一檔 我是把籌碼再加上產業 然後去做綜合判斷 所以我跟大家說 你在看股票的時候 你要學什麼 要學記住面 要學籌碼 那也要學什麼 也要學產業的基本面 其實這些東西 你都是要學的 那這個東西也是 我跟大家說就是 你在平常 你本來就是要多看這些新聞 你才能知道說 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你會做怎麼樣的判斷 對啊 老師1月1號也在直播 好辛苦 其實我覺得直播會辛苦 對我來說直播其實不辛苦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其實 我還蠻喜歡去分享這種感覺 就是覺得說 反正就是跟大家聊天嘛 因為我覺得說 有些事情 像剛剛講的一些8吋晶圓 或像剛剛講的一些台積電的一些相關的供應 相關的事情 那或是像剛剛講的被動元件 其實我覺得就是 我相信大家應該不是每天都這麼有空去看這些新聞 那所以說就是用直播的一些時間來跟大家做分享 所以說很辛苦嘛 其實不會 因為我覺得說 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這些分享的過程 對我來說我覺得是開心的 其實我覺得做這種事情是蠻開心的 所以我就會覺得說 其實對我來說其實不辛苦 你知道嗎 我覺得是不辛苦 因為我在做這件事情是開心的 就是我是覺得說跟大家聊聊天 然後或是說知道大家一些問題 或是說能夠幫助到大家 那我就覺得說這件事情其實是開心的 所以會不會辛苦 其實不會 好不好 所以滑幫店一堆在問了 麻煩 很多人在問滑幫店 麻煩請自行去看今天的直播好嗎 好再來 老師最大興趣就分享 也不是啊 最大樂趣是看股票 最大樂趣不是分享 就是最大樂趣是看股票 好不好 所以 就是像這種 滑幫店這種股票 我只能說這種情況 短期內 我都覺得它有一點轉弱的引率 因為畢竟 那個新聞出來之後 我不知道對股價影響會怎麼樣 我也不知道說 那個新聞出來之後 會不會之後還會有變卦 我不知道 只是說針對這種 利空新聞出來的時候 我就會先去 暫時先避開了 這樣了解嗎 我就會暫時先避開了 好 再來 大家新年快樂啊 所以其實我最大樂趣不是分享 最大樂趣其實是看股票 其實我覺得看股票 是一個很開心的事情 那分享 就是把我看了東西再跟我分享而已 好啦 滑幫店太多人說那麼唯心 也不一定啦 搞不好 我這樣講啊 搞不好滑幫店股價再繼續 價漲量增創新高 那也不是不可能啦 那只是因為 我這樣講 我們看一下滑幫店的現行 好了 就 以這個月的量這麼大的情況之下 你看它這個月量這麼大 其實像是這個月量這麼大 我都會覺得說 我不會喜歡 你看喔 這個月已經過完了 不對 12月 12月量這麼大 12月的已經過完了 現在要1月了嘛 對不對 上個月的成交量太大的股票 其實我都不是很喜歡 在下個月去做它 你知道嗎 上個月的成交量 等一下 上個月的成交量太大 所以我就不喜歡在下個月去操作它 因為你要想喔 上個月成交量這麼大 如果下個月股價要上漲 是表示什麼 表示說下個月的成交量要比上個月還要大 才代表是價漲量增 沒錯吧 但是你要想喔 上個月的成交量已經這麼大了 下個月要更大量的機會是大還是小 是不是機率會變得比較小 所以說其實我不確定說 下個月的成交量到底會不會變大 但是我只知道說這個機率會相對較小 那如果說機率相對較小的話呢 那就表示什麼樣 表示說 如果像喔 如果是機率相對較小 代表說這個月它是量縮的 這個月如果是量縮的 就表示股價波動可能就會稍微降低 股價波動會稍微降低 那股價波動會降低的話 你在操作上的難度就會轉變什麼 就變比較難 操作可能就變成什麼 變成是一個盤整盤在操作 那如果我們在做盤整盤的時候 勝率就會下降很多 記得 我們在做盤整盤的時候 你的勝率其實就會下降很多了 所以像這種情況 就會認為說 上個月成交量太大的股票 盡量不會再下個月再去操作 就好比說我們看到長榮 我們看到長榮 哇這個月好強 量這麼大 對我每個都想當橫海王 但是我不知道它會不會繼續漲 那我只能說 你看喔量能已經這麼大了 已經爆了一個什麼 歷史最大量這樣子 已經爆了一個歷史最大量 那我不知道它會不會再繼續漲 但是我只能說 它的上個月的量這麼大 下個月你說它要繼續 繼續這樣一路爆衝的可能性會高嗎 就機率會稍微降低一點 就我只是單純以這個方式 來去做思考而已 這樣了解意思嗎 對啊就會找就是 我竟然會找那種還沒有發動 就像我剛剛說 可以看一下台積電的很多概念股 其實目前都還沒有發動 我就覺得說這種 還沒有發動的股票 然後最近剛好又有這個題材 我會覺得說會比較安全 對啊 是啊沒錯啊 就是找還沒有發動的 我這樣講啦 面板是不是要等時間去消化 所以還有機會 你不管問我說群創或是友達 我只能說對 我知道他們的業績還不錯 對我的確知道他們業績還不錯 但是它最大的問題就卡在一個 就是剛好最近就是會有什麼 最近就是有那個 那個三星延長LCD的事情 所以說這個東西就會 對於股價它會有疑慮在 那你問我說群創業績好不好 當然好喔 我知道它業績很好啊 對啊 我知道業績非常的好 因為為什麼 因為之前漲價的效應嘛 那所以說 你問我群創業績好不好 我會覺得它非常好 只是因為短期它有這個利空 所以這個利空的情況之下 我就會選擇怎麼樣 我就會選擇去觀望一下 先看一下狀況 再來決定我要不要操作 這樣懂我意思嗎 就先看一下狀況 再來決定要不要操作 而且再來 再來 再來看一下 你看喔 如果以技術面來講的話 你有發現這一根 這一根是什麼 這一根是一根大量K棒 有看到嗎 這一根算是一根強勢K棒喔 因為它量息很大 那我們在技術面的判斷上來說 像這一種大量K棒的低點 這種大量K棒的低點 先畫一下 這一種大量K棒的低點 它是不能破的 你知道嗎 像這一種大量K棒的低點 是不能破的 結果呢 你會發現 在禮拜四的時候 股價已經跌破了大量K棒的低點 這個就表示說 在這個位置 群創已經開始 它的技術面就開始有一點轉弱了 你這樣了解嗎 就代表表示說 這個位置在技術面 已經開始有一點轉弱了 所以說 如果你這樣來判斷 它就覺得說 它的技術面轉弱 那當然 而且它要加上什麼 連五日線都還沒站上 所以說技術面轉弱 再加上五日線還沒有站上 我覺得這邊的操作 就是先避開它吧 基本上一檔連五日線 都還站不上的股票 我是不會操作它的 這樣了解意思嗎 就是這樣子去看 OK 好 再來 有人問到說 可是華邦店 投信還是買不少 不知道有什麼原因 華邦店 投信還是買不少 不知道有什麼原因 投信買股票 就一定會漲 沒有這回事吧 我們來看個東西 投信 我記得他們禮拜五是賣的 華邦店投信還是買不少 不知道什麼原因 我不知道什麼原因 說實在的話 我不會在意說 投信買或是賣 你懂什麼 我不會在意說投信買 買還是賣 這些東西都只是一個籌碼 你要知道 我們要判斷的過程 一定是以什麼 一定是以現行為主 現行才是 我們看到這個叫現行 股價的走勢這個叫現行 你在判斷的時候一定是以現行為主 然後籌碼來當作輔助 你懂意思嗎 籌碼當作輔助 就好比你說 華邦店在禮拜四的時候 投信買了多少 買了三千張 問題是你要想 同樣都是法人 那外資咧 外資賣多少 外資賣了五萬張 對 投信買了三千張 可是外資賣了五萬張 你覺得咧 你這樣懂意思嗎 投信買三千張 可是外資賣了五萬張 那你覺得誰比較兇 好像是 好像是外資比較兇吧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說 所以說你看 像這種狀況變成說 你在看籌碼 你不是只單純看投信 你要看外資啊對不對 就是 我們在看籌碼的時候 你要把籌碼做個綜合判斷 不是說只單純看一個而已 或是單純看外資 或是單純看投信 這樣都不對的 這樣了解嗎 好吧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子吧 然後再來看一下 看一下大家的問題 所以奇力心回答了 那陽明剛剛講過 就是我不會去找像這種量太大 因為我覺得這種量太大了 我這樣講的陽明也是一樣 像是這種 就這個月月線這麼大 月線的量這麼大 你說他下個月要繼續往上噴 不能說不可能 只是說要有這麼大的噴發幅度 我就覺得說 嗯 就是 嗯 好吧 看各位意志的 就是我不會去碰 想白話就是我不會去碰 因為我覺得這個位置量這麼大了 你要我再去做他 我覺得說 我覺得說我的心臟會受不了 我怕我晚上會睡不著覺 所以說我這個位置 我就不會做他 如果你單純問我而言 我就不會做他了 對啊 好所以說再來看一下中心電 中心電 好中心電也是一樣 其實中心電目前的狀況 還是很討厭你知道嗎 就是他有發一個東西叫CP 這叫可轉載 那因為最近風力發電實在是蠻弱的 弱到這個炸掉 我先把線拉回來看一下 好你看喔 像中心電這種股票 我這樣講 中心電這種股票 我們去看這一條線就好了 我們只要看這一條線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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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看這一條 藍色的這條24 為什麼 你看喔 當時股價在這個地方 當時股價在這個地方 你有沒有發現 它站上了 它站上了24的均線之後 它是往上走一波 沒錯吧 這個位置股價它站上了24均線之後 是往上走了一波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最近的股價怎麼樣 最近的股價是在24均線 是什麼 是在下方耶 有看到嗎 我把它標一下 吐血 你有沒有發現 最近的股價都是在什麼 都是在這一條24均線的下方 所以這個就表示說 這邊時候 均線它已經變成是一個壓力了 你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個時候就變成說 均線它已經是一個壓力了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們再來看 那像這種狀況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它這麼多次股價都站不上 站不上站不上 它站不上24均線 所以說 所以說 針對這張股票 如果我要操作的話 第一個 它如果連這一條24均線都站不上的話 那我就不會去 我就不會操作 再來第二個 再來第二個 股價它現在有站上5日均線嗎 5日均線也沒有做 5日均線也沒有站上 5日均線它也沒有站上 所以你看 它站不上上方的24均線 它也站不上5日均線 這種狀況就會認為說 欸 這張股票它目前可能是 會有一點疑慮了 這我不會去操作 因為我覺得說 它上方就是壓力就在頭上 像我們在選股票的時候 會盡量選擇那種壓力是在腳下的 而不是在頭上 像這種狀況很明顯是壓力在頭上 這樣OK嗎 對 有人剛剛問我說群創 群創我在上一秒才講完 然後就是 真的是一個 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 就是群創 而且很多人在問群創 都沒有 你們這些人在問群創 都完全沒有來聽我早上的廣播 然後也沒有去看好文章的分析 在這些東西我這樣講 每天我都有寫文章 每天我都有錄廣播 麻煩大家去花一點的時間來看好不好 看文章其實不用花太久時間 一天大概十分鐘就好了 那聽廣播 廣播大概五分鐘而已好嗎 對阿所以就是這樣去看 然後再來 老師連電講了嗎 都講了啦 好再去往下看 你看喔大家 就是明明說好了三點 然後現在 一堆人才來問 好再來看到8086 我這樣講 就是新來的同學們可以先不用再發文 為什麼 因為基本上來說 因為我在這邊的講解 都是按照大家的先後順序 所以我會按照大家的提問的先後順序來講解 那當然有些我覺得是比較我想講的 那我當然會稍微插隊一下 就覺得比較重要 但是基本上來說 如果你是剛進來來看直播 基本上現在已經不用發文 因為應該回答不到 那如果說 有一些問題的話 麻煩 如果你有些問題的話 你就可以去看這個 在右下角這邊 右下角 右下角會有這個 QR Code 麻煩一下 如果你有任何股票問題 請加入這個QR Code好不好 去跟助理做反應OK嗎 那可以現在先暫時不要發文 因為應該已經回答不到了 好不好 因為現在就是 會按照順序來回答 就是發文股票順序 就會按照順序 就會按照大家的發文的順序 所以說應該會從前面來開始 好 那我們就往下看 來看到8086弘傑科 弘傑科是上禮拜寫的 那我這樣寫完之後可能有打仗 好像在這一天寫了吧 那我這樣講 像這一天出現了什麼訊號 你還記不記得我在文章我講過個東西叫什麼 文章我講過 一個東西叫做你要看什麼 預估量 你看喔 我現在講預估量在哪裡 預估量在這個位置 我把它標一下 等一下 好 如果我們平常在看股票 預估量在這個位置 這個地方有叫估計量 怎麼不見了 為什麼線不見了 等一下 另外這個位置 有個估計量 我這樣講喔 這個位置叫估計量 就是所謂的預估量 如果預估量放大的情況之下 代表說 今天的股價它不能破開盤價 開盤價在哪裡呢 開盤價在這邊 開盤價在這個位置 140 我這樣講喔 大家要記得一個觀念 如果今天開盤的預估量 有明顯放大 什麼叫有明顯放大 比昨天大 就叫做有明顯放大 開盤的預估量 如果有明顯放大的話 有比昨天還要大 它就不能夠跌破 開盤價還有什麼均價線 這個就是在我之前的文章 有講過 那如果說你是沒有辦法 去用電腦來看的話 在我的文章 我記得我之前有教過 等一下 我之前有教過什麼 估計量的判斷 預估量的判斷 等一下 看一下 比如說這個東西 像這些東西我文章都有寫到 像這些東西我會寫 就我會教你說 預估量 在我的文章裡面 都有教過你 預估量要怎麼判斷 預估量到底要怎麼判斷 才是正確的 所以說你看 我去看一下 預估量在找盤的時候 量能有沒有放大 那如果說預估量放大 那你要記得一個東西 開盤價跟均價限 它就不能破 開盤價跟均價限 就是不能破 那均價限是哪一條 均價限是這一條 均價限是哪一條 綠色的這一條 有沒有 有條 等一下我把它換個顏色好了 你看喔 均價限是哪一條綠色的 這一條綠色的 就是均價限 我把它畫一下 這一條綠色的 就是均價限 這一條綠色的 叫均價限 這條綠色的叫均價限 這條綠色的叫盤中均價限 那如果說 你看喔 今天預估量放大 股價它跌破了盤中均價限 這個就表示說 今天 今天這樣 它可能會有一點轉弱的疑慮 這樣了解嗎 那所以說 我們在盤中你要記得 第一件事情 一定是看什麼 看今天 預估量它到底有沒有放大 如果今天預估量放大 那你就要小心 股價它到底會不會開高走低 好 那我們來看下面一個東西 你在盤中去看 股價它到底會不會開高走低的時候 你要切換到什麼 切換到五分K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就是五分K 像這種狀況你看喔 開盤加在這個位置 開盤架在這個位置 我們把它稍微畫一下 開盤架在這邊 所以我們把它畫一下 畫一條線 我這樣講喔 你看喔 開盤架在這個位置 你會發現在這根箭頭 在這根箭頭 它怎麼樣 它直接破了開盤架 還有什麼 它也破了這一條 叫什麼 開盤的低點 有發現嗎 也就是說 當這一根箭頭出來之後 就表示 宏傑科這檔股票 今天轉弱了 你這樣了解嗎 這樣看得懂嗎 就是你看喔 第一件事情 我們是看什麼 我們是去看 預估量有沒有放大 那當我們確認好 預估量有放大之後 第二個事情 就是去觀察什麼 觀察說 它有沒有破開盤架 有沒有破開盤的低點 有沒有破均架線 那你會發現 在這一根K棒 在9點20分這根K棒 9點20分的這根K棒 大概在這邊吧 9點20分這個 你會發現 它反彈均架線站不上 沒錯吧 它反彈了均架線站不上 然後怎麼樣 然後就掉下來 反彈均架線站不上 然後掉下來 同時它破了開盤架 破了開盤低點 所以在這一根K棒 在這一根K棒 它就是個什麼 就是一個賣出的時間點 你這樣了解嗎 所以我們盤中就是 就是用這樣去找 第一步驟去看什麼 去觀察 預估量有沒有放大 預估量大概看 大概9點15 大概看到9點15 大概知道說 大概就可以確定說 預估量它到底有沒有放大 預估量放大 你接下來就要注意什麼 開盤架不能破 所以這個時候 你就要把什麼 把開盤架 如果你是沒有辦法盯盤的投資人 那你要怎麼樣 你可以把開盤架去把它做警示 這個警示條件 你繼續去看我那個 pressplay文章我都寫過 你去把你的開盤架做警示 只要股價破了開盤架 它就會提醒你 提醒你幹嘛 提醒你可能要先賣出了 懂意思嗎 所以這個就是在股價在高檔的時候 你要知道說 就是股價它在當天預估量放大 往上衝的時候 你要注意到 開盤架它破的話 你就要小心股價今天可能就怎麼樣 今天可能就會開高走低了 這樣懂意思嗎 我這樣講 如果站回開盤架 有人問到如果站回開盤架 是在觀察是否站穩嗎 基本上 如果它跌下來又站回開盤架 那就算了啦 那就算了為什麼 因為股價你看喔 從這個地方開始 我記得文章寫來這邊 文章寫來這邊 從這邊到這邊 其實也有一段距離 也有一段距離 開盤架多少 140 從那我寫的那多少 再來131 131到140 其實也有一段距離了 好不好 已經多少 7%左右 7%也不算少了 你知道嗎 7%的漲幅也不算小了 所以說你看到像這種狀況出現之後 就會怎麼樣 就會覺得說 好吧 那這個位置可以先 先做一點獲利條件的動作 那之後股價轉強 OK 那是之後的事情 所以如果之後股價可能 它可能在這邊稍微整理一下 OK 好那重新轉強了 那我們再來買它 那可以 當天 12月30條 這一天的狀況 你可以很明顯看到怎麼樣 看到它股價是 佔不上 開盤架 而且佔不上這一條什麼 盤中均價的線 你就知道說 今天股價轉弱的可能性 會比較高 什麼是開盤架 那 好剛剛有同意問到說 會不會尾盤又拉回 基本上 不能說不可能 不能說不可能 我這樣講 很多 那個Tony剛剛問的問題 說股價會不會拉回 有一種狀況 股價很有可能會拉回 什麼 會拉上來 什麼情況 當天預估量量縮 如果預估量量縮的情況 好比說你看喔 像預估量量縮 舉例紅還好 預估量量縮 你看喔 他預估量是縮的 他當 他在 昨天的預估量是很明顯是萎縮的 預估量萎縮會有什麼情況呢 他就這樣子 上上下下 有看到嗎 預估量萎縮他這樣上上下下 所以說你在判斷股票的時候 你第一個一定是看預估量 他到底有沒有放大 如果預估量放大 如果預估量放大 他就比較 他就 你這樣講 預估量放大 又跌破開盤價 他就比較有可能會這樣 一路往下殺 那當然有些 有些那種比如說像是 什麼 想一下 比如說像這種 最近可能波動很大的 像航運股 這種東西就比較難講 這一種可能就比較難講 但是 因為他這種 波動太大了 所以 你就沒有辦法去判斷 但是像剛剛這一種 就是 他很明顯 股價開高 預估量放大 然後破了什麼 破了開盤價 像這種 開高之後 破了開盤價 破了均價限 他可能接下來 都還有 下去的可能性 都蠻大的 這樣了解嗎 所以說他有沒有可能會拉回來 當然是有可能 但是 如果是 預估量放大的情況 是他 拉上來的可能性 就會開始下降了 這樣了解意思嗎 這樣Tony 回答到你的問題吧 所以開盤價破什麼 會開高走低 什麼叫開盤價破什麼 只要股價 當下的股價 跌破了開盤價 他就有可能會開高走低 不是開盤價破什麼 不是開盤價破什麼 是當天股價 破了開盤價之後 他就有可能會開高走低 再來我們問到說 星星 禮拜四的時候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星星禮拜四的時候 來 那個幼者你看一下 我問一下 星星禮拜四的時候 來你看 我們來看一下 看當天的預估 他當天的成交量 你看 他當天是量真還量縮的 你看這一根 他當天是量真還是量縮 很明顯是量縮吧 是不是這天很明顯是量縮 他就剛說過 量縮的股票 他就會給你這樣上上下下的 這樣了解嗎 量縮的股票 他就會給你這樣上上下下 沒有一個方向 所以我們在量縮的時候 你要記得 你看到今天預估量量縮 你就不要太早進場 為什麼 因為你太早進場 就是當跑回 你懂意思嗎 預估量量縮 當天的股價給你上上下下 不會有個很明顯的方向 量真的情況之下 股價他會比較有個明顯的方向 這樣OK嗎 所以你看 剛剛有那個問到說 那個 誘者 誘者說你看 禮拜四就是這樣 沒錯 為什麼上去 你看禮拜四的星星長什麼樣子 禮拜四的星星長這個樣子 是不是上去 上去下來 上去下來 沒錯吧 上去下來 就是因為怎麼樣 因為他是量縮的 這樣了解嗎 禮拜四之後 你看這邊 他是量縮的 所以上去下來 他就沒有很明顯方向 那為什麼 因為他的量是縮的 就這樣子 OK嗎 這樣看得懂嗎 不是 預估量不是掛單有人掛著 不是 我這樣講 你剛剛蔡正宏 來 你說的預估量是不是有人掛單 你問的問題是這一個 你問的問題是這一個 對吧 你問的問題是這一個 這一個 叫做五檔報價 這個東西叫假的 好不好 這個東西假的 我這樣講喔 五檔報價這個叫假的 我們在看預估量的時候 不是看這個東西 預估量不是看這個東西 我剛剛講過 預估量 他在這邊有這個欄位 看到嗎 這邊有個估計量的欄位 這邊這個欄位 叫做預估量 那你剛剛講的 那個 正宏 正宏你講的這個 這個藍色的框框 等一下 這個藍色的框框 這個叫做所有的五檔報價 五檔報價 跟預估量是沒有關係的 不能說完全沒有關係 有一點點關係 但基本上 它不是主要的關係 懂意思嗎 預估量的判斷 這個在 剛剛我的 就是 pressplay的文章我有寫過 或是在上課的過程 我有教過 就是說 你要怎麼去判斷 預估量 這個我都有來教過 所以說你看喔 你剛剛講的這個欄位 這一個 這個叫五檔報價 我講的預估量 是在這個位置 這樣OK嗎 所以預估量的定義是什麼 預估量的定義 就是說你要去算 今天 這一檔股票 它的量 到底是量增還是量縮 如果今天預估量 是量增的 那什麼叫量增 今天的量比昨天還要大 今天就是量增 今天的量比昨天還要小 今天就是量縮 我剛剛講過 量縮就有可能會像 當天的星星這樣子 怎麼樣 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 沒有一個什麼 沒有一個方向 量縮的股票就是會這樣走 那如果你在量縮的情況之下 你在這個位置進場 你就很有可能會這樣 很有可能會買這個 當天高點 你這樣懂意思嗎 等一下 所以我這樣講 所以你當天一定先判斷 你要不要進場的關鍵 一定在什麼 一定是在於 預估量它到底有沒有放大 有放大 它今天才有可能會走的趨勢盤 那趨勢盤就是所謂的股價 可能會比較大的波動 但不知道是漲還是跌 也不知道它會不會開高走低 不知道 但是 預估量在上漲 預估量在放大的時候 股價它比較有可能會有一個 比較大的波動 那像是這種量縮的情況 量縮的情況 股價就在一個很小幅度的盤整 很小幅度的盤整 這一種你就要操作的情況之下 你就會不好操作了 這樣懂得意思嗎 對,預估量可以帶公司去算 沒錯 所以說五檔報價為什麼是假的 因為要騙你 五檔報價就是要騙你 我這樣講 這個五檔報價 它很常會騙人 就你看到好像外面好像很多張賣單 問題是這東西 五檔報價可以自己隨便掛 你想要掛幾張的賣單 掛幾張的買單 就是看主力開心的東西 所以這東西是 能說這東西很多都是假的 但它有沒有判斷意義 有,五檔報價有它的判斷意義在 只是這東西太難了 所以說 基本上我也不會在這邊做分享 因為五檔報價它有它的判斷意義 但是對於各位來說可能不太適用 好,所以說余品 就是這邊大概這樣回應你 那剛剛曼婷有講到 如果發現一檔股票有券商每天持續買 但是每天的成家量很少 會不會要注意它 基本上 像剛剛問的就是東尼大幕 像這種成家量很少的股票 基本上我就不太會做了 因為成家量很少 我這樣講喔 剛剛有同學問到說成家量很少 代表說 像這種外面的五檔報價 很有可能都是主力自己在玩的 像這一種可能就是主力自己在玩 為什麼?因為五檔報價 你想啊它成家量這麼少 代表說沒有人去做 但是主力為了要讓 就是股價看起來比較活絡 所以它必須自己去掛單 把買單掛好 把賣單掛好 然後自己買自己賣這樣子 去塑造它股價還有一點點的 就是活絡的跡象 懂意思嗎? 所以說這個東西就是 我們在判斷上會覺得 像這種成家量太小的股票 它的技術面的判斷 就不會這麼的準 這樣OK嗎? 所以說這個東西就是 像剛剛你說怎麼騙 怎麼騙的方式很多 這個沒有辦法在直播 全部一次講完 這太難了 因為五檔報價這東西太難了 不是不講 是因為這東西它變化很多 所以說 你說要把它完全說個明白嗎? 這有點難 而且我希望說大家關注的焦點 不是在於這麼難的部分 我覺得像這邊很多初學者 這邊很多初學者 那這邊很多初學者 我會認為說你們現在關注的焦點 應該是要怎麼去拔 應該是第一個 也要有正確的心態 第二個 你要有基本的選鼓的技巧 就是選鼓的技巧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就是你不要去在意太難的東西 一看你們現在一開始學太難了 對你們來說幫助不大 你懂意思嗎? 因為你應該要學的是 第一個有正確的心態 心態要正確 那你知道說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你要用什麼樣的武器 就好比說我常常在說的 你們要看的一定是股價的價格 不是看籌碼 也不是看什麼基本面 你們最重要的 Focus的東西 一定會是在股票的價格 那再來你們一開始現在要學的什麼 應該要學怎麼去判 一張股票到底可不可以進場 這張股票到底是 會不會變成我們一個的選股的方向 我覺得大家要學的是這個東西 所以這不是說要學太難的東西 太難的東西 對的確它有它的價值存在 但它可能不是這麼常用到 那不是這麼常用到 你學起來之後 第一個你覺得很難 第二個你在學的過程 你會覺得心煩意亂 然後心情浮躁之類的 就不是很開心 然後你會發現 學的時候好像用不太到這樣子 所以變成說在現階段 我相信在這個社團 應該蠻多是有一些新同學 那這麼多新同學 我會建議各位說 第一個你有個正確的心態 再來第二個 先好好的去把選股的一些步驟先學好 就好比說我之前跟大家講過的 均線排列要正確 那再來什麼 就是在於說股價 像剛剛講過的股價 它要站回五日均線 那再來我們在選股的時候 你要看什麼 除了看日線之外 你要看周線去看月線 那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都配合好之後 你要去學什麼 去學一些價量關係 這些都是一些 比較基本的技術分析技巧 其實就可以從這邊著手 你把這些基本的分析技巧學好之後 其實你會發現你的選股 就會有比較大的進步 那你把技術分析學好 你再配合籌碼 再把籌碼配合做搭配 你就發現你的勝率就會開始增加了 那在你進場的當下 去把我剛剛講的預估量 還有五分K 去把它做個綜合判斷 這個東西就會讓你的操作 會有明顯的進步 所以就一步一步來 所以這東西就是一步一步來 這樣子就好了 OK嗎 好啦 所以說還是 稍微大家廣告一下 就是在這邊 就像我剛剛說了 如果你在今年想要把技術分析好好學好的話 在1月16號高雄 1月17號台北 還有1月23台中 或這個一個月 或這個黃金軍縣實戰班 那這堂課程就教大家如何選股 以及如何 找到股票之後 你要如何去進場 然後在課程結束之後 會送一個月的籃群輔導 這個籃群輔導就是 怕有人會覺得他聽不懂 他在課堂上聽不懂 所以說 我會再把一些課堂上的東西 在搬過來的籃群裡面 再教各位一次 就是希望各位是能夠 實際上是真的能夠學到東西 真的能夠聽得懂 所以在1月16高雄 1月17台北 還有1月23台中 就會有這個 黃金軍縣的股市實戰班 那如果你是想要 從今年開始好好學的 就可以去找助理去報名 OK嗎 好啦 反正最後還是 跟大家講 就是說 蠻多東西其實都要學的 那在直播 直播的過程當中 我能夠盡量去分享 盡量去教各位 當然我會盡量去分享 只是說有些細節的部分 但我就會留到上課再來講 就好比說扣底值 或是一些支撐壓力的判斷 這東西我可能就留到上課再來講 好吧 好啦 那今天的直播就大概到這邊了 那也祝大家 新的一年操作順利 好不好 祝大家新的一年 今年牛年賺大錢 大家操作順利 謝謝大家 新年快樂 掰掰 謝謝大家 謝謝你們 感谢观看